历轮的爱将国民党智库副指引长桃源市议员林涛出国参访耍官威 随谈他到美国去参加这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他认为说形成天心执政党啊 他说购物的时间不够 为什么他想朝圣全球最大的星巴克旗舰店 所以他觉得购物时间太短 他对外交官动怒生气 其中一名年轻的外交人员事后甚至在机上气不成声 林涛耍官威的行径现在来宁青年团代表私下跟住处道歉 这恐怕让正在规划访美的朱立伦是徒增困扰 林涛自己怎么讲 他说行程是配合执政党 暴力营的大腿时间那么匆促 晚餐也不必吃了 回台湾要找徐晓星来修理外交部 因为他说驻外管处当天的行程安排 都是配合民进党压缩到国民党员的时间 而另外包括林涛在内的国民党团 后续被发现竟然在机场一间酒吧 围着一个年轻外交人员劝酒 回贵宾室继续喝 一直到外交人员被迫一一回敬之后 略显醉意才善罢甘休 不过为什么整件事情江俊廷竟然还 帮枪林涛呢 他就表达了 你们是惯得很开心 还是呢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说我都已经来这边陪你们了 模仿当时外管人员的态度 国民党桃源是议员林涛显得有点生气 外交部在七月筹组跨党派代表团 前往美国观摩共和党全代会 现在却遭爆料林涛和外管人员爆发冲突 根据了解民进党成员在行程最后一天 以私人人脉安排和美国政要参序 虽然有要约国民党和民众党参加 他却被婉拒 两边因此兵分两路 只是接驳车为了赶着接民进党的成员 回程 让国民党团员的晚餐时间 被压缩到只剩四十分钟 林涛认为驻芝加科办事处处长等人 有揶揄他们的口气 让他气到当场发飙 林涛除了和外管人员爆发口角针之外 他被爆料疑似在机场附近的酒吧 围着一名外交人员劝酒 让在场的团员很不满 就连同党的人都看不下去 出面置之 与外管人员爆发冲突后 林涛海疑似呛瞎 要找立委徐巧新帮忙修理外交部 同团的国民党副秘书长江俊廷 也跳出来帮腔指责 让外管人员觉得很委屈 甚至在机上痛哭失声 民众党团发声明指控 是芝加哥办事处的发言有瑕疵 林涛没有针对外交人员 不过外交部原先安排访团 是希望朝野都能够多了解 美国民主却意外造成冲突 实在是始料未及 记者廖海神 乌永安障 宣新北台北上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